Hello 大家好 我是茶寶太太Renee 今天出發去KL的私家醫院做健康檢查 事源在應該一年前 其實都已經有這個計劃 在馬來西亞做健康檢查 但大家都知道 在疫情之下 真的不想去醫院這些環境 但疫情原來是持續了那麼長 所以都安排了今天 多過去做健康檢查 看看自己的身體狀況 我今天並非是一些廣告 純粹是健康檢查全記錄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集內容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集的精彩介紹 現在不說那麼多了 因為快要遲到 我要出車了 大家一起走 我已經到達了停車場了 剛剛來的過程中很暢順 這樣就中間 中間呢 中間呢 只流離到 滾到這個 欸 究竟是這裡 那流離到呢 其實就 只有一個 警察 路面 就 就 已經到達這個 這個 嗯? 那 就已經來到另外一集 我要進一陣路 不然大家回不到你 下大雨 我沒有帶傘 對面才是我要去的橋 我要去Block B 那唯有現在 走快兩步 衝過去了 欸 欸 放著的 又沒有 哎呀 又 有沒有這麼 這麼貧薄啊 好了 唉 收了 下大雨 真的貧薄 好了 到了門口 現在要 下大雨 坐快咧 下大雨 可以 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你不行嗎 啊 坐在那裡 下大雨 小雨 好,去旁邊搭壁,上五樓 是不是自己走得了? 然後,我來山的 嚇死我了 好,上去 我來山的 嚇死我了 Level 5 OK 好 Level 5 看看 這邊 還有一個部門 我就是加入了這個 商親節 可以說是最經濟 原價 一千五百多 我加入了這個 Premium Plus的 現在減了百多元 所以性價比高 好了 走吧 早安 我今天有職業 你有職業嗎 是的 所以想說 我要收費 可以發售 要交付 小賣 放出 可以 我認為我們要付錢 自給你付錢 當然是自己付錢 不要全剝了 都說了不是說過 大家多多支持 否則又扣家用了 今天我來這間就是 Grand Eagles Hospital 其實跟香港的 港義醫院 是同一個醫療集團 如果大家上他們的網站 都會看到 其實整個網站的 版面是一樣的 所以我今天就過來 這裡做健康檢查 其實我真的有 幾間本地的 私人醫院的健康檢查 都拿出來走 當然我是標準性價 比哪一間較高 這一間就在 雙親節優惠 所以減價了 而裡面涵蓋的 檢驗範圍是最多 所以我就選了這間 總括來說 純粹因為 格價是最經濟 所以就選了這間 至於會驗些什麼呢 其實我納完之後 當然不是很記得 但是待會 看完醫科之後 就可以詳細告訴大家 我只記得 他跟其他的 護科檢查 有什麼不同 或者普通的身體檢查 有什麼不同呢 我會給你一個 對 我會給你一個 我會給你一個 我來 你來 你來 你第一次在這裡 沒有植物嗎 對 對 好 那就是先填泡 還有一方面想說 本來不是一定要做 但因為可以加入雙親切廣告 所以六月份之前 我就一定要來做身體檢查 這樣才有這個優惠 所以我就今天出來了 剛才填了三份 一份個人資料 一份健康新報表 最後一份就是一份叫做 可以進去 Sync T-PG T-PG I'll show you Because it's very lucky The spell 實在因為我的地址太長了 我只能有寫宿舍 但是你知道宿舍這些東西 不是每個人都看得懂 所以唯有送給他看我的地址 那個全寫 OK 我來看一看 我來看一看 你來看一看 我是10月份 我來看一看 但是我看到這個 我記得看一看 就是看一看 很舒服 因為你來看不做一看 啊 但是我就是 記錄我自己的一個 過程 可能我就用好不拍張 就是你怎麼都拍一張那個 謝謝 OK OK 好 謝謝 好 不好意思 各位 因為剛才有職員跟我說 不太方便拍 那我就要來到這裡完結 如果待會可以拍一點環境 我就再拍一點 這就是我今天會做的檢查表 稍後會安排抽血壓 當然 剛才跟職員溝通過 拍一點環境是OK的 剛才進去房間做了什麼呢 驗眼 都是看顏色數字 看看有沒有色彎 然後看英文字幕 站一個距離 握著眼睛 那些基本眼眼 之後就過了 在那間房間的另一邊 就抽血 抽血 他就給了一個小瓶 這個瓶子 待會就留小便 剛才坐在這裡打震 然後就準備結婚 過程其實也是同一個樓層 然後再看一看還有一部 因為其實我不可以在裡面拍攝 所以看外面還有什麼 我就可以說一說 見完醫生了 那進入了那個 職員房間 其實跟醫生說一下家族史 說一下自己的身體狀況 之後就會量血壓 然後就做了一點點檢查 去調肺 運動心電圖等等 其實剛才我請求的那個醫生 是華人醫生 那真的很細心 你問什麼問題都很詳細解釋 那是很好的 我自己覺得是這個醫生 那應該過兩天再回來看報告 那現在就要等一會 上一個步驗 拿了一個瓶子 但是呢 就沒有下一個步驗 的情況 因為應該是照了 這個Ultra 衣服之後 才去疊 那所以現在也是等一會 阿姑娘就把我推進去房間 給了兩件袍 就現在準備換衣服 照X-ray 這些新造業 是不是很像Harry Potter呢 好了 不要妨礙了 已經是11點9 終於可以 有些暖的東西下肚子了 先喝杯美麗 還有三文士 看看有蛋 又看不到什麼 總之有芝士有蛋 隨便吧 吃一點點東西 青瓜 很健康 青瓜芝士 全部都是青瓜芝士 真是so fresh 好 先看看 好吧 吃一點點東西 剛才一口氣做了 很多的測試 真的多到我自己都不記得 自己走了 剛才進來換衣服 換完衣服 去了做靜態心電圖 做完靜態心電圖之後 就去了照X-ray 照完X-ray 照肺 照完X-ray 照完X-ray 就出來 等了一會兒 其實我發現 都幾多次是學生 應該可能是暑假後 出國流汗 整個過程 現在還欠運動心電圖 吃完東西應該要進去跑步 剛才說到去哪裏 剛才說到去哪裏 講到去做 做Ultra San 那個醫生 其實很細心 真的 照得很仔細 照做很久 在燈光 昏暗的房間裏 我差點睡著了 照完Ultra San 之後換衣服 很乾淨 很健康 很健康 青瓜芝士 三文治 換衣服之後 就做聽力測試 好像以前健康院幫小朋友做的聽力測試 拿一個 Mickey 聽到便按按按按uman按按按按按按鍵 還有個人的記錄卡 看一下,一張小卡 就有我下次的約定日子 然後還放下了一張QPON 我不知道這東西在哪裏用 總之就不知為何這張QPON上有我個人名字 年紀、歲數、護照號 所以這張東西我想不會讓人真的用 其實剛才整個過程都很順暢 那些姑娘就一個一個步驟 就叫我去做 那漏了些什麼呢? 他們就會通知我 總之今天說得最多就是 我的名字和我的出生日期 用英文說了很多次自己的出生日期 他們會問你期間 可能會做不同的Test的時候 就會問你不同的東西 例如有沒有藥物、敏感等等 又沒有一些個人的東西 驚喜的日子等等 這些資料 也挺細心的 歐出生的那個醫生 那整個過程都不算是很... 應該這樣說 做的事情可能很多 所以要時間比較長 但是整個過程都算是很快 沒什麼怎樣等的了 基本上所有的檢驗都在同一個樓層去做的 只不過是樓層裡面分了不同的房間 有不同的醫生和護士負責 那一個星期之後 就回來拿報告 這樣就見醫生 也都能夠找到患醫生 這樣真的相差很遠 而且患醫生真的很細心 就是問他的更多東西 他都會給一些專業意見 還有我都拿了之前 在香港 離開之前做那個 健身報告 拿了過來給他看 他也有比例 就寫了一些記錄 那我也覺得 醫生也不錯 以前在香港做身體檢查 一些健康檢查 通常都是保險送 或者是長健 這些健康中心做 都是不外婆染血 小便 然後一些靜態心電圖 那檢驗的東西 就不是說真的那麼多 照超級健康檢查 因為我自己 除了小妻的時候 有照過之外 照自己身體的超級健康檢查 這次就算是第一次 都是真是一個 比較全面的健康身體檢查 用一個馬費千多元的價錢 做一個全身的全身身體檢查 那我對過同樣醫療集團 香港的港義醫院 差不多的東西 大概是 都差不多要港幣9000多 那所以 相對之下 真的有差別的 價錢 所以 都算是經濟 性價比比較高的一間 那今次就來這裡試客 那希望 快點完成買 我就可以去吃 起碼買個飯盒回家 已經很餓了 剛剛吃了一件小小的三文治 但到後不到廢 所以完成了最後一個測試 我就應該可以離開了 剛剛已經完成了所有的健康檢查的過程 也都給了錢 整個過程 我只是加了一個 空度的廢物 張單 對 先 張單 張單收起來了 主要都是 即serve 的 leurs 或者裡面的員工 主要是印度人 馬拉人 所以呢 不過呢 過程很友善 中間也有說 剛才最後一個過程 就是運動心電圖 由慢慢開始走 到接著快走 到接著頂順順 就開始跑了 要移到心跳去到最高 但我真的太久沒有運動 跑了一陣子就已經 見魂和喘氣了 所以中途未去到最盡 即是我的年紀最盡的 心跳率 我都喊情了 我怕我暈倒在這裏 但是 所有東西其實暫時現在查得OK 那就下個星期回來看報告 那今天就到這裏了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留言讚好和分享 記得訂閱茶本太太頻道 至於下次回來看報告的話 希望一切順利和健康 那大家都是 Stay safe 好了 身體健康最重要 再見 拜拜 補充一下 我剛才看一張單 原來買單是1660元 因為折加了一個Ultra 3 好了 講完 報告完畢 走了 多少錢 請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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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夠不夠錢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喜歡的話可以給我們按讚支持一下 謝謝 拜拜 拜拜 按摩